2008年司法部颁布了台湾居民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若干规定 并在厦门市和深圳市专门为台湾居民设立集中考区 为台湾居民参加考试提供便利服务 2018年重新组建了司法部制定颁布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实施办法 再次明确台湾地区居民可以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继续实行台湾居民与大陆居民以同一方式 同一标准同等条件参加考试的原则 那么去年18年9月举办的首届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又恰逢台湾居民参加这项考试十周年 所以台湾考生通过考试人数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 迄今已经有数千人次报名考试 数百名人员被授予法律职业的资格 那么司法部还连续出台了扩大职业范围等四项法律服务的对台开放政策 我们将一如既往保障获得大陆律师职业资格台胞的职业权利 为台湾法律青年学以致用积极投身大陆的法治建设 参与两岸法律服务和一带一路的法律服务建设 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